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在棚屋土地上盖房子的 是少伯伯 你找我 我不是在做梦吧 怎么 先前拒绝我 回头想一想 还是觉得我好 对不对 我对郡超的感情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请你不要误会 没关系 反正我说过了 只要你一天不嫁人 我就一天不会死心的 我们先不谈这些了 今天我找你过来 是希望你能够帮我一个忙 只要你一句话 我邵姨鹏 赴汤蹈火再所不辞 说吧 听说你们邵氏地产 准备在苏州河边 建一批高档的房子 负责游税搬迁的人就是你是吗 搞了半天 是来替史君超当税客的 鹏屋是史家 唯一能够遮风避雨的地方 他们父子俩在那儿 已经生活十几年了 我希望你高抬贵手 放过他们好不好 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那就算我求你了 行不行啊 艾萱你听我说 这个计划 我们规划了很多年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 财力 棚屋不拆 所有的损失 都将由公司承办 你让我到时候 怎么向我爸交代 再说 现在的计划 都已经推动到这个份上了 没有理由 为了几个不肯拆迁的棚户 我是前功尽弃 对不起 这个毛 我真的帮不了你 那没准 可以找少伯伯商量看看的 我爸虽然是最大的股东 可是摆平了会亏钱的事 没有人会站在他这边的 你找他也没有 真的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办法有一个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可以让史君超先开口 问问他究竟想要多少补偿金 不过这只是对史家疑忽 而且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他亲自来找我谈 郡超是不会来的 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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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史先生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 欣赏一下 你在马上的英姿 不也很好吗 要不要试试 我不会 也没有兴趣 如果你没有一匹好马 你就不知道兴趣在哪里 不过很可惜啊 我看你这辈子 可能都没有机会了 明明是个中国人 为什么非要去学这些洋玩意儿 别人不会因为你不会这些 而小看你的 对 没错 可我不像某些人 背地里凭着有几分文采 让女孩子围着你团团转 我可以理解你求婚被拒绝的心情 我不跟你计较 我们言归正传吧 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 澎湖拆迁的事 你究竟要多少钱 看在艾雪的面子上 我让你出个家 多少钱我都不搬 还有 我们一马归一马 这事情跟艾雪没有关系 请你不要把她扯进来 非常可惜啊 她已经被扯进来了 你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 她不想看着你无家可归 亲自跑过来恳求我高抬贵手 放你一马 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男人 为了这个男人家里的事情 居然跑过去恳求别的男人 我说你这个男朋友 做得还真够称职啊 这件事情我实现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的话 一定不会让她这么做 还有 我觉得艾雪这么做 是爱我的表现 你不要得意 说吧 拆迁的事情 你究竟打算怎么办 不可能 我知道了 你是觉得我向艾雪求婚 你怀恨在心 邪愿报复对不对 随你怎么说吧 我也可以说你求婚不成怀恨在心 非要把我们家赶尽杀绝不可 不是吗 施锦超 你这么做 我会让你后悔的 改天 谢谢 慢走啊 卖报卖报 看报了 看报了 卖报卖报 卖报卖报 吃吧 卖报卖报 程伟啊 谢谢你 谢了你没什么好谢的 这次还好有你陪我回江北 及时把我爹送去医院 我爹才能保住这条命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这没什么 而且我正好也出去散散心 也蛮好的 说实话 我能帮你 我真的很高兴 我觉得这是上天的意思 让我发现一个值得我去爱的女孩 好 事后不早了 我们我们回工厂吧 好不容易逃离那个地方 我还没放松够呢 那要去哪里啊 我带你去个地方 看看东西 好 四叔 你过来 怎么样 好不好看 真没想到 你可以把这么平凡的我 拍得这样漂亮 太不可思议了 我告诉你啊 其实你很美 而且很难看 你一向是一块仆玉 要慢慢地去发掘 你发现没有 真的吗 你不是在哄我吧 哎呀 你怎么对自己那么没自信呢 如果说我是哄你的话 那也不是我肯定是那些赵将心镜头 你可以找他们去 讨厌 老实说 我以前一直以为 你跟其他公子哥一样 很难亲近 最后我错了 你不但是平易近人 还很有艺术气息 怎么这样看我 真的吗 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啦啦啦啦啦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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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二十年过去了 到现在 还是没走出波特的阴影 妹子 你头发乱了 姐姐帮你梳梳头 对了 今天薄涛要来 要来捧场 帮我梳得好看一点 妹子 你什么时候都好看 陈爷爷 东西来了 来了 郡超 下班了 怎么样 工作还顺利吗 挺忙的 现在刚刚进去还是个新手 跟着前辈们跑跑新闻 有前辈在前头领着 总比自己像只梅头苍蝇乱撞得好 陈爷相信你凭你的资质 很快就可以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 谢谢陈姨的惊口 不过我倒没有想过要做什么佼佼者 只要发挥自己的所长 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陈姨相信你 没问题 一定可以做到的 谢谢陈姨 那我就先走了 好 薄涛来了 妹子 你怎么跑出来了 快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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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看什么 陈姨啊 我觉得她好面熟 好像在哪儿见过 这个世界上长相的人太多了 你一定是弄错了 陈姨说得是 那你慢慢吃吧 我先走了 好 俊超 站在桌上了 我这儿弄摊呢 俊超 俊超 想什么呢 好久没有看见陈姨的妹妹 她的病好像一直没有起色 是啊 她们姐妹俩这些年 就靠陈姨那点工资过日子 哪来的钱看病啊 那我怎么觉得她好像一个人呢 像谁啊 我想不起来了 总之觉得挺面熟的 哦 对了 刚才艾雪来过了 你没有回来 她就走了 她有没有说什么 爹 地产公司的人 有没有来找你的麻烦 没有啊 他们可能是因为我太多太坚决了 应该是死了心了吧 爹 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小心点 那帮人 诡计多端啊 怎么 你听到什么了 爹赶着去做生了 我跟少姨鹏见面的事 还是不告诉爹的好 免得爹有担心 没什么 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嗨 快吃饭去吧 好 嗯 巡迹 小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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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尾 嗯 我们已经这样了 你对我 有没有什么打算啊 马一向之中能当戶对 要是让她知道 我跟素素在一起 她肯定会疯掉的 崇伟 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啊 素素 你也知道我刚进场 好多工作我还没进入状态 这样吧 等过一阵子 在工作上有所表现 我再跟我妈妈和奶奶 说这件事 好吗 走吧 你给我站住 妈 我问你 这几天你没去工厂 又到处找不到人 跑哪儿去了 不就是嘉生吗 嘉生就是那个 开照相馆的嘉生 他爷爷病了 然后我就陪他去照顾他爷爷 在医院里轮番照顾了几天 嘉生他爷爷 什么时候来上海了 我 我不知道 他老人家说来就来了 我问过嘉生了 他爷爷在老家好好的 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妈 好吗 我跟你说实话行吗 我呢跟圣语协会的人 去长江沿岸拍照片 我是怕你着急 所以我跟你说 现在时局这么乱 你跑到长江沿岸去拍照 你想吓死吧呀 好了 妈 你不用着急 不要担心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好吗 还有 才几天呢 你老毛病就犯了 而且变本加厉 一跑就是好几天 你是不是觉得上次的教训还不够 想多记几个大货是不是 要记就记呗 我又不在乎 我们也是股东之一 反正他也辞不了我嘛 你要我跟你说多少次 你才听得进去啊 许云芝好得罪 你奶奶可得罪不起 只要你奶奶同意 别以为许云芝她不敢来真的 好了 妈 我知道了 我看 我看我看我看 来 包包包 抱一个 你这衣服几天没换了 臭死了 快快快洗个澡去 好 好 余崇伟 你可回来了 作为副总 你也太没有责任心了吧 没有订单 整个工厂面临停工的危机 总经理担心的气喘病又犯了 你竟然还溜班 你未免太过分了 停工 有那么严重吗 工厂发生那么大的事情 你作为副总竟然最后一个知道 你难道不觉得羞愧吗 我明天就去上班 奇怪 今天她怎么骂不还口 妈 看你难受的 要不要去医院啊 老毛病在这也一样 算了 我给你熬了副中药 来 您先喝了吧 我刚吃完西药不用了 西药治标不治本 中西药双管齐下才比较有效果吗 太苦了不喝了 来来来 太苦了我不喝 妈 妈我不是说了吗 梁药苦口啊 你把这药喝了 我去拿山楂糖给您顺顺口 我说了不喝吗 我说了不喝吗 妈 你这要让我怎么办啊 我记得我跟亲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 她摸着我的脸给我讲故事 本来我以为我这一辈子都可以跟她在一起 没想到我跟亲生妈妈的缘分就到五岁了 好 直到遇见您 是您抚养我长大 所以每当我遇到困难或者被人欺负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您 因为您就是我的希望 只要有您在 我就知道老天都没有放弃我 妈 您是我唯一的依靠的 我不想再失去您 我求您把药喝了 艾萱不能没有你 您把药喝了 喝了身体就好了 艾萱需要你 好孩子 别难过 妈为了你 一定把病治好 我喝 我喝 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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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爹的病怎么样了 已经好多了 谢谢你关心 我爹要我带他向你道谢 谢谢你这么关心他 还给钱买补药 只要他老人家身体好 我就放心了 对了 我没有来这几天 怎么城里的活都变少了 人去哪里了 一言难尽 反正现在城里 遇到了很大的危机 素素 你刚从江北回来 周城劳顿一定很累 反正现在城里也没有什么事 不如你回宿舍多休息一天吧 不用了 我不累 来回都是副总开车送我的 崇尾开车送你去的江北啊 难怪这两天都找不到他人 原来是这个样子 他没有请假 会不会记什么大过啊 不至于这样的 不过 苏苏 你是不是跟副总在谈恋爱啊 苏苏 我知道不该在这个时候泼你冷水 可我们俩是好朋友啊 有些话我不得不说呀 什么话你说啊 我在瑜伽那么多年 以我对崇尾母亲的了解 像你 像你这样 没有家世背景的女孩子 崇尾她母亲是不会接受的 我的话也许不中听 可是我真的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你放心 其实这个事情 我不是不是没想过 可是 崇尾告诉我 只要等她的工作 有好的表现了 她一定会跟她妈妈 还有奶奶收我的事情 速速 我相信崇尾会想出办法来的 好了 我去忙了 爸 你找我 你两个不肯搬迁的棚户搞定了没有 还没有 已经拖了这么多天了 你究竟在干什么 那两户真的很难缠 所以 董事会上我已经撑不住了 你知道吗 你听好了 我限里三天必须把这个事情完成 好让我对董事会有个交代 我会尽力的 什么叫尽力 必须完成 就这么点事情你都完成不好 那以后我怎么把整个公司都交给你 副总经理 总经理撂下话了是吗 摆不平那两户我也着急 烦死 副总 要不咱们给他放把火 给他全烧了 看他走不走 你说什么呢 去去去 少来烦死 走啊 最近老师范冲 更爱学提琴被拒绝了 去游水旁屋的事 让兴时的损了一顿 回到公司还爱我爸的吗 我怎么这么背 三天 三天 三天马上就要到了 我该怎么办 算了 还是取个姓氏的好好说 说不定 事情还会有回转的余地 爹 说我把你吵醒了吧 没有 您累了一天了 还有亚新喝酒啊 郡朝 爹今天高兴 来来来 坐下坐下坐下 咱爷俩啊 从来没有好好的在一块儿 喝过一杯 来 今儿个 爹 我来 喝上几杯 好 陪爹多喝几杯 好 好 爹 好 爹 今儿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爹想到 你有了稳定的工作 用不了多久 再把爱学取进了门 爹能不高兴吗 好 爹 今天咱们父子俩 就来个不醉不归 好 来 来 诸三里那红冬仙 江神来在大街前 你 为什么心里老觉得不踏实 怎么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难不成 是今天背着郡超去见一鹏 没有告诉郡超 心里不安 可是郡超现在一定睡了 那么晚 艾雪小姐 老栋 这么晚了你还要出去啊 我有点急事 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这么晚了你一个女孩子出去 实在让人不放心的 你看要不要找个人陪你一起去啊 不用了 那段路我很熟悉的 好的好的 老杜 你的自行车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好啊 我心里三天必须把这个事情完成 好让我对董事会有个交代 我会尽力的 我这样主动找上门 岂不是自找难干 如果不找他 拆迁的事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 到时候 爸要怎么向古都们交代呢 好 離婚街入園 所以你很驚訝 諸如此 還是洋貨啊 嘿嘿 着火啦 着火啦 大家快来救火呀 着火啦 大家快来救火呀 着火啦 着火啦 大家快来救火呀 着火啦 爹 爹 这屋里怎么都是烟呢 着火啦 客人 客人快起来 醒醒 着火啦 快起来 快救火呀 救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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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姨 快人了 快点 走 走 咱们到那边去 爹 她俩确实不在 陈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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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出来了就好 出来了就好 我所有的家当都在那里面 全都荒唐 爹 你干哪去啊 爹 你信不得进去啊 快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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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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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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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 怎麼了客人 怎麼了 我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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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是客人哪 客人 你別走啊 你過來 你別走啊 客人 你能不能走 我是願望的 客人 別走啊 我是願望的 客人 我從來都沒有做過 對不起瑜伽的世界 我從來都沒有做過 對不起瑜伽的世界 我是願望的 客人 客人 我是願望的 客人 客人 你看著我 你清醒點 你看著我 我是師姐 我是師姐啊 對不起師姐 對不起 對不起 每次我從來都沒有做過 我知道 對不起瑜伽的世界 我知道 好痛 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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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客人 你怎麼了 來人哪 救人哪 妹子 你怎麼了 你醒醒了妹子 妹子 你怎麼了 來人哪 救人哪 你有沒有看到 屎伯伯和俊昌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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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進去 你不能進去 你不要命了 你不能進去 俊昌 你不能進去 我是愛情 你不能進去 你別進去 俊昌 親父 爹 堅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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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屋外 趕小Die 施伯伯 爹 爹 施伯伯 快找我 施伯伯 爹 不行 施伯伯 你不要乱说话 你不会有事的 你别乱说话了 爹 你别说话 网上有人来救你了 只是我存了 存了很久 很久 你一定要把爱玄去西门 爹 你别说了 别再说了 别再说了 爱玄 爱玄 我把 我把郡城 交给 是伯伯 爹 是伯伯